哈喽大家好,我是韭菜玩家韭娜 今天我们又来韭氧瓶露营了 新装备哦 好了,那先不讲我们的新装备 给大家再讲一下韭氧瓶 因为上次做的分享视频 好多小伙伴都问我们 就是这个韭氧瓶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上来啊什么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看个够 山路上来的第一个小平台就是这里了 大概可以停个四五辆车没有问题 也可以露营这个地方 然后一般小轿车他们就会停在这里 那继续带大家看另外两个可以露营的地方 走 好了,我们来到的呢 就是上次我们露营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上去就有一点点的困难了 这个坡因为土字比较松 然后因为平时大家也会开车上去嘛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落差在这里 呃,那一般越野车像坦克300啊 BG40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SUV你的底盘不够高 这里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那阿九去跨一脚看 有到底这里有多高 哈哈哈哈 大家看大概小腿这么高 就是人的小腿 对 三十几公分应该有的吧 哪只哦 嗯,好吧 这里的落差我感觉是在六七十吧 六七十啊 对 对,因为它这个土会越来越松 上次我们也是开了两把锁才上来的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平台先 那这个场地呢就非常的大了 呃,我们先来看我右手边呐 右手边这里比较有特色 因为这里有这个呃,原生的这种石头 像假山一样 再来看我的左手边 那这个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块空地了 呃,可以看到之前有好多人在这里生过火 那这里就是大家搭那种大型的帐篷就比较合适 好了,那现在呢,阿九在的就是九阳坪 第三块可以露营的地方 那这里呢,其实应该原来都是这种杂草 然后现在都平整出来了啊 这里应该搭个十顶以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样挖下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营卫啦 第三块露营地搬装备比较累 哈哈哈哈 我感觉我下不去 今天来九阳坪呢,其实也是为了开我们的新装备 大家看新年新迹象就太玩气黑化了 我们买了一整套的这个露营桌 为了下次办活动用 二一年实在是搁了大家太久 二年我们肯定会组织活动的 哈哈哈哈 一定组织 一定组织看 所有时候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 然后我们也换了一个大的贴幕 嗯 那这个贴幕呢,可以搭配我们的坦克 是一个车尾帐其实算 对 对,是不是很帅 好了,那这期九阳坪的分享视频就到这里咯 明年开车的时候,等大家一起来露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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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